如果我上来就快一台车帅的话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充值了 那如果大家都这么说呢 对对对对 确实帅确实帅 贯穿式灯带 很犀利 无框车门加电锡 骚起 溜背加仙背式尾门 空间很给力 那除了帅之外 这台车的其他地方也让人满意吗 那今天呢 我们不做常规测评 我们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去深度体验下这款车 那不就是去玩吗 嗯 这个 是的 今天呢 我们是在山东的威海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 我们不熟化 所以今天呢 全靠他安排 他安排我们去哪 我们就去哪 他安排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是吗 全开马盒 这么有挑战性 你不会是怕他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 洗浴潮 哈哈 哎哎哎 怎么可能正经车机好吧 我给你记录下来 防止你坐假 好吧 不承认 下一会要是去了 好玩你吧 你不带我去 你可得 啊 小二你好 安 给我推荐一些威海好玩的地方 找到了以下地点 要去哪个呢 啊 刘宫岛 刘宫岛 刘宫岛好像要做轮渡啊 那我们就去这个威海 望岛仙姑顶进去 因为这些台试驾车啊 不是满电动力下出发的 所以我们就按照它这个 自上次充电后行驶了多少 我们就以这个状态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今天它这个续航到底真不真实 或者说续航达成率有多少 这个续航总续航是多少 515公里 你不会是想今天一天把它跑完吗 我感觉今天要在这把它跑完 我们得跑到后半夜 后半夜 你忘了上一次 能跑多少是多少 跑多少算多少好吧 主要是玩 主要是玩好吧 我们先玩啊 我发现它这个内饰是真的简甜 这个灰色的配饰放到里边 就特别有档次 还是它这个横屏素质的设计吧 就让你感觉这里边特别宽敞 就感觉像豪宅里边的客厅 它装修的很有品位 然后里边就给你放一套沙发 黑白灰极简配色 是吧 对对对 就那种极简 觉得你这个人有品位 很有个性 然后艺术气息又很浓的那种 你小子会说就多说点 它这隔音也不错 到70了 70 它这无框车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噪音 对 就正常说话的音量 无边框车门的话 它的噪音会相对大一些 对 现在在海边风还很大 它其实没有多少噪音呢 开个80吧 它这个控制的很好 它这个动力也不错 你看这个电门踏板 给我脚感那个衬托感很俗 一下就压了椅子 经济模式 这是经济模式 人家后置单电机 飙着6秒的零百加速 可以可以 这速度挺猛的 而且它这个后驱 你知道吗 操控还真不错 第一眼看过去 哇 这么大台车 可能就舒服就行了 是吧 比你车就坐这么大 空间这么大 你坐舒服就行 你前轮很听话 我轻轻这么一晃 看到没 车头就有动作 所以说为什么 爱开车的人都喜欢玩后驱 知道吗 知道 不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知不知道 我给你科普一下 为什么玩后驱是吧 因为后驱的话 它的前轮只用负责转向 它就不用给它输出动力 所以说它 它就可以给它更多的一些连杆 更稳固的一些结构 去控制它 所以它转向就特别灵敏 前面来负责更多的操控 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底盘 对这种细小电波的过滤很到位 真的很到位 你讲这么多我也感受不到 我只知道这个副件还挺舒服的 因为这个方向盘那里 我觉得没有少了一个仪表盘 小仪表有点不太舒服看 如果能多一个就好 那我看你开理想127开的也挺舒服的 你也没有什么不适啊 理想127那个抬头显示挺大的 这个也大啊 你看上面各种信息都有 包括什么导航 还有续航里程 还有歌词 歌词都能给你显示 拍了很久终于到了 来两个咱吃一个 来来来来来来 给点面子呀 这不是海带是什么 会讨喂完了吃海带是吧 喂 海带是海带 海带是海带 还能吃吃啊 不要钱了警区你还要啥 是不是该给弄点吃的了 正有词意 正有词意 你来 这方面你上去 你好小安 副下请讲 微海有什么特色美食 请选择第几个 这个我感觉这个警人献肥有点东西 警人献肥有点东西 在公司吃饼没吃口出来 吃饼 这话可不清楚 吃的好饱 怎么说 要不 睡一觉 可以 小小你好 打开小气模式 好的 你打开休息模式 这个头枕和这个腰拖我感觉还挺好的 可以衬托着你的腰 这样躺着也不是特别累啊 你的脖子啊 还有你的腰都给你撑着是吧 是的 一台能适合睡觉的车 那也就好 就这样在里面吹一下午空调 看一下午电视 爽 哎呦我开累了 你开会儿 我也累了 那我让它自己开了 靠口吗 试一下吧 开上了 OK 它这个自动驾驶真挺好用的 感觉一直在车道中间是吧 对它它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一直在车道中间 你看我手 我手这边都没动 它在弯道里面也能走中间 而且它那个跟车的加减速很柔和 你没刷空吗 没有啊没动啊 现在我总算知道 它这个标什么意思了 像不像两个手握着一个方便 哈哈 就两个手 意思就是我自动驾驶很 炫技狗 它这个车机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很厉害 你看啊 小安你好 空调23度 温度调到23度了 两档风 风量调到二档了 给我放首歌 根据你的喜好推荐几首歌曲哦 先从凤凰传奇的自由自在开始吧 它对你的喜好两路最大 你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还有300公里的续航 现在天都黑了 人都已经玩麻了 我们还要再继续用 我预算还有多少 还有100 经费还有100 经费还有100 反正你看是钱先用完 还是续航先用完 要不我们有个传统活动 钱生钱是吧 对 钱生钱大发 小安你好 导航到附近的彩票店 先说好啊 100块 一人50 说哈 我直接挂一张50 说哈是一种智慧 我一张50 你一张50 今天咱玩把大的 行不行 你挂50 你确定 我只敢挂10块的 那你挂你的 一人50块 看谁中的多好吧 说哈 给你你就走了 5张10块拿了 这么熟拿5张10块 要是中了大奖 我俩怎么分呢 要是中了大奖 我们先离职 这这一共也就25万 你就离职了 你有点 你有点瞧不起谁 一人一半吧 好 好 好 一个 两个 三个 力网狂难 你那50没中 说哈 说哈是一种智慧 听懂掌声 远离赌博 拒绝说哈 好了 我们今天的体验呢 就到这了 这台长安启元A07 真的是太坚挺了 我们在一整天不断电 开着空调的情况下 实际跑了218公里 续航掉电256公里 这么算下来 它的续航达成率 在85%左右 真的挺高的了 至少像我们这样 在城市周边跑一天 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你想想 15到18万 买一台这么大 这么帅 各项配置也不差的 中大型轿车 那不比买什么日系的雅阁凯美瑞天籁 这些强多了吗 有趣有料 欢迎关注汽车天涯